大家好,我是卢靖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车友的家里 这是他的小区 好多小朋友在玩 这是我们的车 今天我们是来看一位车友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车友 陈老师 你好 陈老师是一个资深的房车玩家 过奖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陈老师 一个新的改进 过奖 关于太阳能 在原来的太阳能基础上 做了很多的改进 增加和拓展 用了一些新的方法 陈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个房车 原来的太阳能 厂家配置的是720瓦的太阳能版 因为我是喜欢大电大水 所以我自己动手 又增加了800瓦的太阳能版 其中360瓦是拓展的太阳能版 它是可以 左右两侧可以伸出来的 等会可以展示一下 那么另外的440瓦呢 是额头上面的 增加了3块 然后呢 我充分的利用顶上的空间 就是顶质空调 顶上不是一个平 顶质空调的顶板 顶上是平的 所以呢 我用弹楼弹性的板 又贴了一块 90瓦的 充分利用 对 光复板 顶质空调的后面 又有一个空间 我又贴了一块 80瓦的太阳能版 所以总共现在 目前加起来 要达到1500瓦 那么按照这两天 原来一套700瓦 原来厂里给我配置700瓦的 现在目前的 发电功率每小时 要接近 0.45 将近0.5度点 就算0.45度点吧 如果这样1500瓦的 基本上每个小时要 发电是0.9度点 按照8个小时的话 将近7度点一天 那么如果在新疆这个地方 比如说甘肃高原 那效率更高了 接下去我们就把它 接下去展示一下 这个拓展的 我接下去 我到上面去看一下 好的 你当心 好 没事 你当心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那个板 一块硬板 是吧 是原来配它的 然后前面增加了 半柔性的板 三块半柔性的板 然后空调的顶上也增加了 板 那么后面部分 是个拓展部分 一会给大家看拓展的演示吧 好 好 这个拓展就这样了 原来的硬板抬高了 然后这个 对吧 原来的板抬高了10公分 10公分 下面就安装了拓展板 对吧 我这个拓展板也是自己 可以说自己加工的吧 做了一个框子 然后要浇水把它粘贴上去 就把那个半柔性板已经做成了 对 做成了硬板 对 好了 收好了 对 这个感觉就是整个一个 全部的拓展部分 在注册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 拓展出来 我们到下面到车子后面看一下 两面的情况 好 像这样 这一侧 这样的话面积会增大很多了 对 这个 现在是目前是太能板权 完成好了 然后这个 内部的接电什么 还可能需要到厂里去做一些 对 完成 穿线 还要增加这个一个分支器 对 穿线啊 这方面呢 要牵涉到一个木工 装饰的问题 装饰的问题 所以呢 本来我要到大连去的 所以准备到大连去 叫他们绑挖 好 这个就是半楼型的太能板 我为了解决 太能板的散热 一般人家呢 太能板呢 它直接贴在这个 车顶上面的 对对 这样的话 接着因为夏天 它的顶上非常 温度非常高的 嗯 散热非常不好 那么这种太能板 温度越高 它的发电效率越来越低 对对 所以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看 我在这个上面 你看啊 这个是空定的 这个是硅胶管 硅胶 就贴在这上面 而且这种管子 导乐系数很小 不像我们 如果金属的话 导乐系数很高 对对对 这样一条一条 贴起来的话 用强力胶贴好以后 然后在这个上面涂浇水 再贴在车的顶上 你看这样的话 这个之间有一公分的空间 对对对 有一公分的空间 这样的话这个散烈效果就 对对对 散烈效果就好了 对对对对 它的发电效率已经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我们很多房车 太阳能效果不好 就是由于 它的散烈措施 没有做好 因为它 车子往前往后 主要是这个 它能把 如果一 站的不老的话 它不是往前冲吗 对对对对 对吧 我就把这个 前面挡一下 就结合下面的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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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又跟车顶 把这个 自贡螺丝 但是这里用浇水 强力要浇好以后 你再大的 风 这个挡住了 推不过去 我再收一下 好吧 我再收一下 你们看 刚才是拓展 拓展出来 现在是收进来 大概一分钟的样子 对一分钟 一分钟的样子 一分钟的样子 收好了 好的 谢谢陈老师 不用谢 不用谢 全部完工之后 常理回来 再跟他仔细分析 以后多交流 多交流 好好好 好